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 打开手机 看到很多朋友的联系方式 但是联系越来越少了 有些电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已经打不通了 是什么让朋友渐行渐远 俗话说 做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些不经意的小事 一句随口而出的话 都可以让一段关系悄然结束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关系再好也不能忽视五条交往前规则 承认 不管关系多好 朋友之间都要守住这五条前规则 透露你的财富 谈钱可以 但是不能暴露所有的财富 古人说 闷声发大财 一个人不管赚了多少钱 都不要泄露出去 即便是最好的朋友 也不能透露牢底 人与人交往 对比就是伤害 你混得好 不等于朋友 混得好 更可怕的是 人性都是贪婪的 因此会产生一些恶念 在出客拍案惊奇里 有一个辉州商人 做完了买卖之后 带着银子去红祭寺游玩 两个年轻的和尚 和商人一起喝茶聊天 然后谈起了私院的困难 商人心想 这次做买卖赚了不少钱 还出乎意料 多得了三十两银子 何不拿出来送给私院 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商人把最近做生意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和尚 夜里 两个和尚看着商人身上的钱袋子 想到了谋财的套路 人心之恶可见一斑 朋友交往 互相周记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要注意 借钱的数额不要太大 要在保全自己的利益之下 再去考虑帮忙 无限制的帮助 对谁都没有好处 朋友之间 钱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俗话说 又福同享又难同当 朋友在一起创业 互相帮助 互相借钱 应该都是尝试 如果朋友之间 谈到钱的事情 就翻脸不认人了 这样的朋友 不是真正的朋友 我的同学阿旺 和朋友一起 办了两家大超市 合作三年多了 并没有产生矛盾 阿旺常常说 多亏了朋友帮忙 否则我也不会有 今天的好日子 阿旺和朋友合作的秘诀就是 关于钱的事情 一定要记账 借钱 送礼 合资 都要记清楚 不能碍于面子 把合作当成送人情 朋友之间 在钱方面算清楚了 再不会有误会 不管对方是谁 借钱要写借条 是否算利息 归还实现 家人是否同意 都要写清楚 别背后讨论是非 聊天可以 但是别议论是非 招惹麻烦 昨天下午 我刚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听到了吵架的声音 原来 小区里的阿生和妻子吵架 妻子偶然间 听到朋友小智 说阿生有了外遇 加上最近 他常常借着 朋友聚会的名义外出 所以就和他吵了起来 阿生百口莫辩 只好打电话 请朋友小智来解释 小智匆匆忙忙赶来 本想给阿生解围 没想到 阿生的妻子 又认为小智在撒谎 在包庇阿生的丑事 本来是阿生和妻子吵架 后来变成了三个人一起吵架 越来越扯不清 每个人的家庭都有难处 如果你插手了别人的家务事 不仅不会帮助到朋友 反而会让朋友很为难 如果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牵扯到了第三个人 就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以为 朋友之间的话 不会传出去 有人说 如果想让一件事 传播得更远 那就告诉对方 这是一个秘密 不要对任何人说 聊天时要当心 隔腔有耳 一件事一传十 十传百 就会变成无数个版本 然后又会回到你的耳朵里 如果你和朋友议论是非 不仅会得罪外人 还会引起朋友之间的误会 比方说 你和朋友聊到了 某个同学的感情 说这个同学在某个时候 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牵手逛街 似乎是背叛了家庭 毫无悬念 你会得罪这位同学 迟早而已 不要指责父母 抱怨可以 但是不能对父母横加指责 常言道 儿不嫌娘丑 每一个家庭都有不愉快的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父母不够称职 要是说起父母的话题 一准是没完没了 作为朋友 你要注意一点 不管对方说自己的父母有多糟糕 你都不要去评判 不要火上浇油 因为对方和父母闹得在江 归根结底 还是一家人 是内部矛盾 你和朋友一起吐槽各种社会现象 并不奇怪 但是使劲贬低父母就是不对的 人的感情此一时彼一时 当你和朋友分开的时候 朋友会反思自己 也会回忆之前的聊天内容 也许他很快就会明白 那个陪他一起指责父母的人 是见不得他好 做人要有孝心 任何时候都要赞美全天下的父母 引导社会正能量 不要招惹异性朋友 聚会可以 但是异性之间不要走得太近 俗话说 朋友妻不可妻 朋友夫不可服 即便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但是你和朋友的爱人走得很近 肯定会引起怀疑 爱情是很敏感的问题 一旦出现了污点 怎么也擦洗不掉 如果在你面前的人是异性朋友 那么你更要摆正姿态 不要以知己情人的身份交往 如果你有了非分之想 那就立马结束这样的感情 不要掉进了感情的陷阱 异性之间 在聚会的时候 不管是敬酒还是唱歌 都要一力相待 聚会之后的接送 最好是送到家门口就可以了 不要同在一屋 有一个读者说 他在聚会的时候 和朋友的女朋友聊了很久 之后朋友把他拉黑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显然这是越界了 需要反思 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如果不能把握分寸 那就两者都会弄丢 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嬉闹可以 但是不要突破底线 朋友在一起或者在一个群里 多半会说一些情感段子 讲一些风趣幽默的话 调节气氛 清代作家石成基说过 开口机翘人是轻薄第一件 不为丧德 异足丧身 有些笑话 一开口就会伤人 严重的可以让一个人走极端 莫伯桑在小说《绳子》里 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布雷奥泰村的奥舍克尔纳老爹 去镇上赶集的时候 见到一小节绳子 他一直都过着节俭的生活 因为绳子在关键时候 也许用得着 有人诬告老爹 捡到了一个钱包 但是没有交出来 后来经过验证 老爹并没有捡到钱包 但是村里的人 却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都笑话老爹 一把年纪了 还做缺德的事情 老爹临死前 因为这件事还在伤心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嬉闹 如果是肆无忌惮的 那就总是有人会因此受伤 并且导致感情出现裂痕 无法修复 人的嘴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 黑的也可以洗白 朋友交往 千万不要黑白颠倒 增加混淆 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 有一位博主讲了一个故事 上学时 他的同桌是个女同学 长得不漂亮 性格大大咧咧 女同学总是自黑 而博主喜欢附和 于是二人经常互损 有一天午休 女同学的日记本 不小心推到了她的桌面上 博主无意中看见这样一段话 我真的怕人说我丑 所以我总先说自己丑 我也怕别人说我胖 所以我总先说自己胖 多希望有一天 我能不再这么自黑下去了 可有些话 从自己嘴里说出来 真的没有别人嘴里说出来的 那么伤人 梵高说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路过的人却只看到烟 是啊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那么多与生俱来的坚强 很多时候 都是虚张声势的逞强 所以 别人看似轻松的自嘲 也许只是自卑的保护色 俗话说 口能生玫瑰 也能土吉利 年岁渐长 你终会明白 嘴欠刻薄和幽默是两回事 轻重不分和耿直 也是两回事 厚黑学历说 自嘲是谦虚 附和是蔑视 所以 真正幽默的人 也许会自嘲 但绝不会嘲讽他人 任何一段感情 让你很累了 那么你迟早会放手 有情弄丢了 即便你以后再找回来 也不会如出美好 修不过的伤口 一定会留下伤疤 小说家古龙说过 世上唯一无次的玫瑰 就是有情 显然朋友交往 越单纯越美好 不要因为交往的方式不对 导致感情里 充满了杂物 愿你我常常清理 有情世界里的刺 留住美好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